王晓鑫 我是您最亲的人 您有什么事不要瞒着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您告诉我好不好 我跟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吗 难道你相信白云 不相信我啊 我不是要逼您 我是您女儿 我是想帮您 是不是汪庆堂 对您还有什么想法 我跟汪庆堂的事 早就过去了 那他为什么那么好心 帮我们要回周家老宅呢 你在说什么 你说我们的老宅是 都没错 是白云亲口告诉我的 之前 汪庆堂甚至为了帮我澄清 和侍洪之间的清白 他不惜背叛雪梅 害得雪梅被瑜伽给修了 难道这一切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您和他之间 还有断思连吗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难道你连你妈都不相信啊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可是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他为什么会这么好心 要帮我们 汪庆堂他想要做什么 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谁也管不着 至于白远 是因为被汪庆堂 赶出了周家老宅 所以他怀恨在心 才故意挑拨是非的 如果你相信 白远所说认为 妈和汪庆堂还有什么 那你就中了他的计了 天佑 我们进屋喝口水 好的 爹 来 下来 妈 来 你们这是怎么啦 你们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我去忙了 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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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 肉炖得这么香 马上就能吃了 我大老远就闻到香味儿了 你们在炖什么呢 蜘蛛子呀 你们吃得这么好啊 蜘蛛子呀 方大婶喜欢 那就等肉炖好了 我叫天佑给你送过去 我们才两个人 吃不了那么多 不用不用 这是若云换来的辛苦钱 你们留着自己吃吧 我老太婆受不起 方大婶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错了吗 外面的人说 你卖媳妇来换三餐 我本来还不相信哪 现在看到你们父女俩 有说有笑 还能大口吃肉 我想若云的牺牲也算值了 你给我听好了 这锅肉 是我用我的牢力赚回来的 我没有卖媳妇 我只是让她 去追寻她应有的幸福 你还真大方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丈夫 难怪你的媳妇 会让她的老情人包养了 你也不怕人家说闲话 你说完了没有 说完了请你离开 瞧你生气了 锅不大 火伤都挺旺的嘛 我叫你离开啊 好了好了 听到了听到了 沈婆 你听到了就走吧 你这孩子 沈婆快走吧 让你爹灌得没大没小的 沈婆快走吧 幸亏当初我们受养你 走吧 沈婆 走吧 沈婆 爹 天心 你帅疼了没有 来 起来 过来爹这边 天心 你怎么了 爹 天心有点儿累 休息一下 一会儿就好 天心 天心 你哪里不舒服 你别吓爹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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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天心 天心 你醒醒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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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爹 天心 你吓到爹了 你知道吗 爹 对不起 我不是过 天心 天心 你最近是怎么了 你总是喊累 还摔跤 爹让你妈带你去看大夫 好吗 爹 我没事 你千万不要告诉妈 妈要照顾弟弟 还有我们大家 很辛苦了 天心已经不能陪在妈身边了 你千万别让妈塞烦恼了 爹啊 能拥有一个 这么乖巧懂事的女儿 真的好高兴 天心 你不能有事 爹不能没有天心 你知道吗 爹 天心 永远永远都不会离开您的 嗯 来 谢谢爹 好不好吃啊 好吃我们就连这两天都吃种子 你说怎么样 好 这两天 妈 天心 妈 来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 妈 我们一起吃饭 妈 你看 你看啊 我和爹今天吃肘子 我帮你拿碗筷 好啊 铁川 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你能不能不要三天两头都往这儿跑 我只是 我只是来给你们送点吃的 顺便帮你们打扫打扫 不用 就算你不来 我跟天心两个也吃得饱 穿得暖 你天天往这儿跑 难道你不怕人家说闲话吗 我行得端做得正 我干嘛怕别人说闲话 你不怕我怕 我可不想让街坊邻居 以为我临铁川是靠卖媳妇来图温饱的 铁川 你说这话太过分了 我说的是实话 你已经有余事红了 你就不要再回头来找我们了 我好意回来看你们 你用得着这么讽刺我吗 我们不需要你的好意 如果你还念在我们过去夫妻的情分 我求求你 你就不要再来了 留给我一点尊严好吗 我怕人家会误会 我也不希望别人对着天心指指点点 说她的妈妈 是个会勾引男人的狐狸精 别人误解我也就算了 连你也误解我 难道你不了解我吗 我当然不了解你了 真正了解你的人应该是余事红 我拜托你赶快去跟她结婚吧 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天心平静的日子了 爹 你怎么可以对妈这么凶啊 大人说话 小孩子不要插嘴 每次说不过人家就不让我说话 你这个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 还学会顶嘴 铁川 你干吗这么凶孩子啊 天心 乖乖的 以后不能跟爹顶嘴了知道吗 行了 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你走吧 不要再来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 天心 妈走了 妈 不要走 天心乖 好好听妈的话 照顾好你爹 照顾好你自己 如果要有什么想让妈知道的事情 就告诉丙风叔叔 让他转告妈 知不知道 妈 可是我天天都想要见到你 妈也会找时间回来看你的 好 好 够了 别再啰嗦了 再讲下去我就要打人了啊 爹 天心 你不要再欺负妈了 我没有卖媳妇儿 我只是让她去追寻她该有的幸福 妈 你走吧 我会照顾好爹 照顾好自己的 妈 妈 妈 再见 爹 你别难过了 我现在明白了 爹这么做是故意的 是想让妈不要再挂念我们 过上好日子 对吗 天心真懂事 爹没白等你 爹 可是我好舍不得和妈分开啊 爹还不是一样 可是我们为了妈好 我们一定要忍耐 知道吗 好 知道 爹 你也别难过了 你还有天心啊 天心永远都会陪着您 永远都不会离开您的 好 好 爹 回乖女儿 爹 爹 爹 妈 爹 说啊 爹 你在这时候 神怡 我们新的投资计划 你是该跟我说明 告诉我 这里面 为什么有好几笔账对不上 去向不明 妈 您让我整理一下 再跟您说明好吗 说明 这一笔一笔的账 都在你的脑子里 还需要整理吗 我看 你是存心要毁了余季仇庄 你才甘心 说 那账本上大笔大笔的支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钱都拿去投资了 什么样的事业 需要你投这么大笔钱 我投资了汪季百货行 投资汪季百货 你投的那些钱 可以买下整个汪季了 我们本来早就不应该 跟汪家有任何瓜葛 他们一家是怎么对我们的 你现在居然把钱 往人家的怀里送 还有别的钱呢 我帮周家把他们那栋老宅子也给赎回来了 什么 是那个周若云让你做的 是我的意思 他并不值钱 你为了那个女人 偷空了仇庄的公款 瑜伽 真是要败在那个货税的身上了 妈 那是投资 瑜伎仇庄的事情 我会负责的 是什么鬼投资 我警告过你 不准你再花半门钱在周家人的身上 你是疯了吗 还是贵名心窍了 妈 若云她是我今生认定的新娘 我现在投资的 是我未来的幸福 逆子 你是疯了 你疯了 你要把我活活气死你才甘心 妈 难道您还没看出来吗 这些年来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也没能把我和若云给拆散 我求您了 只要您让我娶她 我什么都听您的 要成全你们 除非我死了 妈 你给我听清楚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那个周若云 就别想踏进我们瑜伽一步 一辈子都休想 到了 太阳了 小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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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妈您来了 够准时的 我要的东西呢 你要的钱在这 可是你要答应我 以后不准骚扰若云 那还用说 只要舅妈常常这么资助我 我保证 我的嘴就像冯尚一样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 白云 你 你竟敢乐 得索我们 你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吗 王庆堂 你也算是聪明人 你想想 如果我手里没有王牌的话 我又怎么赶在虎口里拔牙呢 就你现在这个德行 能有什么能耐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你女儿的下落 我是说 那个大肚子的女儿 你 你知道雪梅的下落 快告诉我 我女儿在哪儿 她在哪儿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讲不讲哪儿礼数啊 哼 凭你这副德行啊 就算我知道人在哪儿 也被吓忘了 不是吗 看什么看 只要你们顺了我的意 说不定你白云我 会想起点什么东西来 您就慢慢等着吧 老东西 我们还有一笔账没算呢 你 难道白云挟持了雪梅 不可能的 如果雪梅真的在白云手里 她直接勒索你就行了 何必再要圈子找上若芸呢 你别上白云的当 可是 知道若芸绅士的 只有你我还有雪梅禀峰 禀峰是绝不可能 和白云搅和在一起的呀 这个白云 她要的不就是钱吗 我们先跟她周旋 再慢慢讨她的话 她只是要钱的话 那还好办 我担心的是 她还有别的想法呀 扯到山前 必有路 就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的两个女儿 已经够命苦的了 老天爷 为什么就是不放过他们呢 这都是我年轻的时候造的孽呀 别自责了 回家吧 我 我 好了 别再说了 你现在在我眼里 已经不再是那个自私 不负责任的男人 而是个充满愧疚的慈父 我们的恩恩怨怨 就让她过去吧 我已经不再恨你了 雪梅啊 雪梅 这孩子怎么这么闹啊 我来抱 你去歇会儿啊 谢谢大婶啊 谢谢大婶啊 乖 不哭了 不哭了啊 雪梅啊 上次你和于少爷谈得还好吧 他什么时候接你回去啊 你别误会啊 我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 我只是 雪梅姐 我爹是怕你们又吵架了 要不他怎么就匆匆走了呢 没有 我们没吵架 真的没有 你别怕 他要是再敢欺负你的话 你就告诉我 我呀替你教训他 秋和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 他不是 不是什么呀 你怎么又来了 又来了 又耍你的小姐脾气了 你看 我是来求你原谅的呀 我知道你不会那么轻易就原谅我 自然 要多跑起趟了 于少爷 来了就好 其实雪梅还是很记挂你的 是吗 那就太好了 起码我买这么多东西 没有白费啊 对了 大婶 这是我在药铺抓的一些补药 麻烦您帮雪梅补下身子 好的 大婶 我这儿还有些钱 你一定要收下 这个就不用了 要的要的 我们家雪梅在这儿 打扰你们这么长时间 我表达下心意 真的不用啊 拿着拿着拿着 大婶 这些钱您就拿着吧 就当是我孝敬您二老的 这多不好意思啊 她说得没错 我岳父特别有钱 只要我一开口 钱自然就来了 于少爷 你家不是挺有钱的吗 怎么像雪梅的爹要钱啊 我在开玩笑呢 我们于家当然有钱了 只是 只是他们婆媳之间不合 我嫁在中间 也挺为难的 大叔大婶 我还有件事 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雪梅现在坐月子 下山路途颠簸 风又大 我怕对她身体不好 而且我妈那边 我也得跟她求情 求我妈原谅雪梅 所以我想呢 让雪梅继续在这儿住着 不过您放心 我把家里的事情 处理完之后呢 我马上就带她回去 只是这段日子 打扰你们生活了 这没什么问题 雪梅啊 就安心地在这儿住下吧 是啊 于少爷 这天快黑了 今天啊 你吃完晚饭就留在这儿 顺便陪陪雪梅 大婶 大婶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 我身为她的丈夫 是应该这么做的 雪梅啊 雪梅 雪梅 大婶 小姐脾气 我陪陪她陪陪她 快去 快去 雪梅啊 雪梅 妈 看刚才雪梅姐那样子 好像挺讨厌于少爷的 你还让她留下来 这孩子 你懂什么 这夫妻吵架 那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 过了今晚 明天他们就好了 有这种事 对呀 你妈说的 没错 我看看你 你把这个衣服都疊反了 你把衣服都疊反了 你把衣服都疊反了 你这脸色不大对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说话呀 玉琴 北渊 北渊他 白渊 他 他又到家里来胡闹了 他拿若云的身世要挟我 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会知道若云的身世呢 我不清楚 他要挟你什么 他想要什么 他要欠一百大洋 一百大洋 他疯了 他这是狮子大开口 你答应他了 我当然不想答应他 可是 可是我怕事情越闹越大 这狗东西把我害成这样还不算 现在要找若云下手 你当时就应该报官把他抓起来 我当时已经被吓得失了分寸了 我当时已经被吓得失了分寸了 只好应着头皮 去找汪庆堂 你去找了汪庆堂 我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嘛 而且家里哪有钱呢 所以 这么大的事你应该回来跟我商量 怎么又去找汪庆堂了 怎么又去找汪庆堂了 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已经被吓昏头了 我已经被吓昏头了 你好糊涂 等等 若云的身世只有你我汪庆堂三个人知道 白原是怎么知道的 这里面会不会又是汪庆堂搞什么诡计啊 不会的 不会的 这次汪庆堂是真心想要帮助我们 我真没用 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我不配做她的爹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养育之恩大于天 你看着我 你永远是她唯一的亲爹 养育之恩大于天 我最怕的就是 若云一旦知道了她自己的身世 她根本就承受不了啊 所以我才害怕 我不敢往下想 我真的不敢往下想 我真的不敢往下想 那就不想了 该来的挡也挡不住 等天有命吧 孩子睡了啊 来 陪我喝一杯 你去找我爹了 是啊 是又怎么了 你告诉我爹我在这儿了 别那么紧张 他那么对待你 我怎么可能告诉他你在这儿呢 我只是找他 拿着零钱花 没别的 我爹他 他 他还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 人家能吃能喝 身边还有个老情人陪着 少你这么一个碍眼的 人家两人不知道多快亮了 你干什么 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们的处境一样 心情也一样 为什么我们不能互相安慰一下呢 你已经喝多了 错了 我从来没有想今天晚上这么清醒过 雪妹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看清楚了 伤害你的是余世红不是我白云 如果不是替你 保护周若云的话 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吗 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 我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什么 是所有人对我的唾骂 而你呢 被朱叶峰侮辱 被余世红抛弃 就连你的亲生父亲也背叛了你 难道你没想到够复仇吗 没想到够复仇吗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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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不哭 别怕别怕 不哭 哭不哭 你们就知道哭 看来都让人倒胃口 我就不明白 你当初那个脾气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自从我离开世红那天起 我的心就已经死了 我之所以活到今天 全都是为了这个孩子 我这一生早已经毁了 我这一生早已经毁了 从今以后 我就只能形式走肉般地活着 我懂 我懂你的心情 因为我也跟你一样 都为了爱 不顾一切 我从小就喜欢若芸 即使我跟她的父亲 也不公戴天之仇 但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她 为了她 我在周家 做了十几年的奴才 为了她 我拼了老命的努力 我常告诉自己 一定要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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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过上好日子 但是 也是为了若芸 我 我变得一无所有 我就不明白了 我对若芸付出的还不够多吗 于世红到底有什么好 我哪点比于世红差 若芸 若芸 为什么她从来都不正眼看我一下 可不就不在乎 我为她付出的一切 我们都一样 为了喜欢的人 付出了一切 到头来却发现 她对谁都好 就是对我无情 你说得没错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哭了 我哭什么 我又不是个娘们 其实 你也不是冷血无情 只会成兄的恶鬼 你是个重感情的男人 重感情 重感情 除了你之外 没人会相信我白渊是好人 没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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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 谁相信我是好人 谁相信我是好人 他 他 你是你啊 你 我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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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美 我好想你啊 你到底在哪里啊 我们的孩子平安生下来了吗 你一个人是怎么照顾孩子的 为什么你有困难的时候 总是不来找我 为什么呀 平凤啊 老爷 我 你不用解释 我能够理解 自从学妹离开这个家 我就没有勇气载到这个房间里来 我懂 老爷是怕毒物私人 是啊 对了 冰方 我怀疑白远知道学妹的下落啊 老爷 此话怎讲 白远去找过玉琴 威胁她说要说出若云的身世 从中进行勒索 若云的身世不是个秘密吗 白远怎么会知道的 是啊 这是除了学妹 别人不会这么做的 难道她还跟白远狼狈为奸 继续迫害若云吗 不会的 老爷 我总是相信 只要孩子出事了 孩子的纯真 一定会改变学妹 您别这么想 可学妹这孩子耳朵更软 我怕她被白远利用啊 老爷 现在事情已经更好办了 只要盯上白远 就能找到学妹了 对对对 对对 好 变峰啊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少爷早 早 妈 早 世红啊 今天有客人回来 你就别去绸装了 妈 什么客人这么重要啊 是西街许家的千金 妈 您怎么又要我去相亲 许家的家世背景和我们相当 许小姐又是女子大学毕业的 她正好和你相配 妈 你明知道我不会接受的 我的心里只有若云 除了若云 我什么人都不娶 我也告诉过你了 天底下任何女人你都可以娶 就是除了周若云 妈 您能不能尊重我的选择 是我要成亲 尊重你 那你又置我这个母亲于何地啊 我知道 您对若云有成见 我说什么也没用 我先走了 你回来 你回来 周若云 余伯母 谁是你伯母 你这个女人 到底给侍弘下了什么药 让她心甘情愿地为你们撒钱 甚至为了你不肯再去 断了我余家的香火 余夫人 您说的这些话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你不明白 装什么傻 平日侍弘救济你们 我也就睁着眼闭着眼 全当他是做善事 可是没想到 你的胃口是越来越大 不仅摆住我们余家 甚至是 让侍弘花大笔的银子 帮你们赎回周家老宅 接下来呢 你还想要什么 是余记仇装 还是余家大愿 余夫人 侍弘帮我们 完全是出于她的一片好心 我欠侍弘的 今后我会想办法还给她 告诉我 你用什么来还 难不成是用你自己来交换吗 难怪侍弘 口口声声说要娶你呢 原来 这就是你的计谋 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 生过两个孩子 又被人扫地出门 救你 想嫁给我们侍弘 做梦吧 余夫人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女儿 上梁不正下梁歪 就是因为有你这种 不知廉耻的妈 才会交出这样不要脸的女儿 我这是在帮你管教她 免得她跟你一样 四处勾引男人 到处招摇撞天 妈 妈 妈 请你说话放尊重点 我们若云骗谁了 她又勾引谁了 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 污蔑她的清白 我污蔑她的清白 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 这里的一砖一木 国管瓢勺 哪样不是我们于家买的 你 还要你 你们身上吃的穿的用的 哪样不是换我们于家的钱 还敢在这里跟我理直气壮 好啊 那今天 我就让你知道 在这儿 到底是谁输了算 于家欠了你们什么 你们为什么这样 跟我过不去 我犯 你们 不心惩感激就算了 还诉说我儿子 挪用公款 雨晴 你不要管我 我犯这儿 你不想像我的 费用我的 我犯换你 我犯了 我犯了 你为我犯了 我犯了 我犯了 那ion 我犯了 … 我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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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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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